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 我们听到一些基督徒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 他是第几代的基督徒 这就表示信仰是从他这一代开始 或是在他的父母或是祖父母 甚至于更早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开始接受 基督为他们家的一家之主 有基督教的信仰了 而我想很多人羡慕 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长大 觉得好像就不需要有什么挣扎 这个信仰自然而然就进入在自己的生命中 然而也有一些家中 已经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了 他们却羡慕第一代的基督徒 可以经过自己的挣扎 思考抉择之后才进入这个信仰 我个人认为 无论我们是第一代信徒 或者是家中 已经是从好几代以前就是基督徒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的知道 这一位全能的神 是否真的敬畏他 是否真的认识他 愿意一生跟随他 不仅我们自己如此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如此 也可以成为敬前的后代 好 让我们一起来为孩子祷告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保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是由罗伯与乔娜泰根夫妇所共同著作 张家丽姐妹所翻译的 今天要为孩子祷告的面向是 当他需要真知道你时 这个你呢 当然是指天父上帝 预备心一起来为孩子祷告 当他需要真知道你时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五节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数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侄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亲爱的天父上帝啊 我的孩子相信你是上帝 直到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受死 替他偿还了罪债 并为他开了一条活路 可以永远和天父在天堂 他也接受圣经是你的话语 并且乐意参加教会 和大家一起唱诗敬拜主 主啊 求你保守他 今日承认的信仰 一生持守到底 我的孩子向来 乐于遵守规范 因为他喜欢被认定是个好孩子 但是他年纪还小 信仰和信心尚有待考验 他还未曾经历祷告 为蒙应允的失落 或是痛苦失望 没有被挪去的困惑 年少的他 现阶段还不需要 为了融入这个世界 而去对抗一些试探 主啊 他对你粗浅的认识 让他觉得安心 还无法察觉自己树林上的脆弱 求你让我的孩子明白 需要住在你里面 求主将你的话语 刻在他心板上 好抵挡仇敌的谎言 教导他横切祷告 将任何困难和心事 都带到你面前 赐他喜爱教会的心 得以在其中 和你的子民一起被建造 别让我的孩子 与你的关系置于肤浅 随性或可有可无的状态 愿他的信仰和信心 是经过淬炼的 面对挣扎时 让他学会倚靠你 感到恐惧时 让他祈求你赐他勇气 当人人都说 圣经是一本神话故事 耶稣不过是个历史伟人时 求装备他守护自己所信的 当这个世界要他屈服随从时 求你赐他单单淘你喜悦的心 天父啊 让我成为一个鼓励孩子 跟随你的母亲 有智慧地 以他能了解的方式 分享圣经 忠心地祷告 好与他一起经历你的答复 帮助我 在言语 服侍 爱人上 顺服主 好叫他看见你 真实地住在我里面 不要让我们的信仰 只剩下宗教和仪式 乃是活泼 有能力的生命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天天与你亲近 结出生命的果子 并且坚立在信仰上 对你赌信不疑 谢谢主 求你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